縣長歡迎回國 前苗栗縣長徐耀昌15號 從大陸南京返台 一進國門就被記者追問 等機會有說要約談 縣長會過去 誰遠 誰遠 因為在他出國前一天8月10號 出席在苗栗舉辦的 主流民意大聯盟造勢活動 說了這些話 請民進黨下架 更要下架國民黨 讓國民黨徹底的反省 聽郭台銘造勢晚會上 苗栗前縣長徐耀昌 高喊下架國民黨 旁邊現任縣長中東景 也尷尬的手舞著臉 下台後徐耀昌這樣解釋 不過事隔五天 他從南京返台 似乎又有感而發了 因為讓國民黨很多的作為 真的要動電視透 要好好地位移籌 強調要等後續事情 具體一點再說 到底這下架國民黨五個字 是說太快口誤 還是有感而發脫口而出 14號國民黨中央考議會 已經發函徐耀昌 及苗栗縣黨部 強調要調查不當言行 就等徐耀昌陳述意見 TVBS新聞廖宗慶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和陳述意見 時機展示 欧阮